高法院下达的死刑执行命令 市中人民法院对两名毒贩执行死刑 贩卖运输毒品贩蒋连和是厦门人 1990年出生 2012年9月 蒋连和从广东购买2292克冰毒 回厦门进行贩卖 2012年9月29号 蒋连和又指使他人前往广东运输冰毒回夏 之后蒋连和驾车将这些毒品 运到祥安区马相镇某茶叶店门口时 被公安机关人赃并获 当场从车里查获毒品冰毒五包 经鉴定上述五包冰毒 共净重4987.7克 均检出甲鸡本饼胺成分 另一名毒贩张嘉丽生于1984年 2012年3月9号 张嘉丽将自己从广东接洋 买到的1000克毒品带回厦门准备进行贩卖 当晚8点多 被告人张嘉丽在赞助处被警方抓获 当场查获毒品955.8克 同时警方还在赞助处内查获零星毒品3.9克 经鉴定上述查获的毒品均检出甲鸡本饼胺成分 在宣读完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后 两名罪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本台记者和特约记者周赞马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稍后播出的十分关注 我们将带你走进两位年近七旬的足球爱好者 走进厦门足球的前世今生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